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来分配UV 主要用到的工具呢 就是Windows下面的UV Texture Editor 那么首先我们应该准备好一张文件的测试贴图 我们可以打开Windows下面的Running Editor HupperShade材质编辑器 先创建一个材质球 为它的颜色属性上去添加一个节点 我们可以使用程序文理 齐方格的文理 也可以准备一张文件的贴图 那么通常来说呢 使用齐方格的这种程序文理 有时候会出现一些显示上的错误 最好呢还是用文件贴图来进行处理 那么在这呢 准备好了一张贴图 UV测试贴图 点击Open打开 好 为了方便起见呢 我们对当前的材质球的名称进行命名 按住Ctrl键双击 对它进行命名 好 我们把当前的测试材质球呢 附给我们要分配的部分 为了方便观察 我们可以先从头部来进行UV的划分 第一步先把材质球附给它 方便来观察 Test 展开UVTexture Editor 来观察一下当前的部分 我们必须呢 把这个UV分配到坐标系当中0到1的范围之内 才能够进行输出 好 选择头部 我们可以对它呢 使用一个圆柱形的映射方式 如果觉得这个贴图影响到我们观察的话 可以把这个头像的按钮按下去 那么对于头部的部分 首先使用一个圆柱的映射方式 创建UV菜单当中的圆柱体的映射 我们使用默认的参数 那么在分配UV的时候呢 只要保证它的面部没有太明显的拉伸就可以了 好 这样来看 我们看到显示在场景当中的面部呢 基本上还都是一个没有拉伸的 我们的目的就是让它分的整个这个方格子呢 四四方方的 这样才能够去很好的绘制贴图 那么打开UV材质编辑器 可以看到呢 有些部分像是耳朵 嘴巴 口腔这些地方 都产生了非常大的严重的这种穿插 我们可以一部分一部分来做 首先是把面部的这些部分呢 给它进行一个调整 那么为了我们方便的进行分配呢 我们可以使用双视图的方式 左边是显示透视图右边呢 显示UV效果 Panels下方 可以选择相对应的面板 比如说UVTexture Editor 把一些属性栏进行隐藏 这样方便我们来进行观察 好 首先先是分配角色头部的部分 把其他的地方呢 可以先隐藏起来 按Ctrl加H进行隐藏 这样观察的更加细致 我们把角色的鼻子部分呢 给它切掉 切出来 选择边 按数字五键 这样观察的清楚一些 现在至少呢 面部的部分呢 是已经分配的很理想了 四字方方的 就是说 那很多的地方都穿插在一起 不太容易进行贴图的绘制 我们必须把UV分配好以后 才能够进行贴图的工作 注意呢 不要选择到多余的边 进行去除 同样这工作呢 也是一个非常需要耐心的工作 好 那么把当前的边选中之后 把这个鼻子的部分呢 切下来 点击这个按钮 然后呢 我们可以把鼻子部分的UV点 选中 选中整体的UV 当然前提是必须要保证的 你先把这个 给它切开才行 检查一下 有没有是一个闭合的部分 首先观察一下 有没有完全的 可以看到 这个地方没有闭合 没有把它去进行很好的选择 所以说没有剪开它 把它剪开 这个时候我们再观察一下 选择UV点 然后选择这一整片的UV点 可以看到 鼻子部分呢 就选中了 先把它移到一边来 好 那么 接下来呢 是脖子部分 我可以双击 选择这圈环线 把它剪开 然后找到这一排UV点 注意是UV点 Select Show 这一块UV点 也是把它放到一边去 这样看起来我们的这个 就越发的清晰了 耳朵的这一圈 也是同样的操作 注意呢 一定要仔细 这个时候呢 可以适当的加快一下速度 这个还是做熟练就好了 好 把它给剪开 选择其中的一个UV点 选择这一整块的 把它放在一旁 看得很清楚 那这是 脖子的部分 鼻子的部分 那么 放在一块 因为后面的我们还需要再具体细化 好 另外的一只耳朵 注意 仔细的选中这些部分 把它剪开 选中其中的一个点 如果这里面不好观察的话 在试图当中进行选择 然后进行移动 把它放在一边 耳朵 脖子 鼻子 那么还有口腔的位置也是如此 把这一排环线选中 剪开 然后找到口腔当中的一个优微点 这样进行整片的选中 放在一旁 看起来就清晰多了 那么现在我们对于当前面部的 这些部分 就可以进行操作了 可以选中面部的这些 优微点 然后在这使用这样的一个工具 点击之后会出现 Upload跟 Relax 确实是一个非常好用的一个工具 它可以把这些 优微点呢 进行一个放松 进行一个调整 对于局部的比较密集的这些点 都可以用这样的方法来进行调整 我们可以使用 把其中的这个边呢 给它剪开 然后呢 去进行移动 并且缝合的命令 先把它给剪开 这些优微点呢 就可以去进行移动了 那么把相对应的边 选中 使用移动 并且缝合的命令 移动并且缝合 但是注意的 要选择其中一边就好了 那么有些的部分呢 是还有关于到脖子的部分 也是这个地方呢 把它给剪开 脖子的部分 这些都是 好 接下来呢 我们把头部的这些 优微点呢 进行一个调整 选择局部的点 然后对它呢 进行offload 对于下巴 嘴部的这些点 也是同样的操作 像这些地方呢 公共边 如果选不中之后呢 我们可以进行一下切换 然后再去选择 这样就可以了 有时候呢 完全是显示的问题 把这些相邻的边呢 进行合并 注意把其他的 去除掉 这样的进行移动 并且缝合 移动并且缝合 边缘的就不要缝了 然后呢 然后呢 把这些 一排的边缘的这些 优微点呢 都可以选中 我们可以使用命令当中的 select show boulder 就是这整个边缘 边框的 这些顶点 都可以选中 然后方便的 我们去进行调整 可以使用这样的命令 就是统一的 去 进行 调整 这样的 让它有一个 四字方方的效果 也是 还可以再继续的 使用这个命令 选择UV 同样 出现问题的时候呢 切换一下 选择到 默认的 一个模式 物体的模式 然后再去 进入到它的 UV点 可以按数字六键 观察一下 看它有没有明显的拉伸 可以看到是没有的 也就是说 它满足了整个 贴图绘制的需要 选择整片的 UV 它的边缘 然后再去 进行调整 下方 左边也是一样 这样统一 看起来好 观察一下 然后把局部的UV点 再进行调整 观察一下 因为很少有 这样的镜头的 很少有这样的镜头的 这样的目的呢 也是为了我们 在绘制的时候 方便观察 找到位置 具体是哪个地方 看得很清楚 上面的部分 可以适当的 压缩一下 调整一下 那是不是 四四方方的 一个效果 基本上 太大拉伸是没有 上面头顶 没有头发 看不到 好 那这是 头部 我们把它 进行调整 做好的呢 就放到一边来 这样的话 有力放尸 进行 调整 它所站的比重 头部所站的比重 大概是这么多 那么接下来 还有像脖子 可以看到脖子部分的 这些UV 选中 南面选中 通过UV来选 通过这个选 都可以 原住体的方式 它的UV的位置 进行一下翻转 把两边的点打平 使用这样的命令 两边点的 再进行打平 好 那么这是关于脖子部分的UV 脖子的部分 放在旁边 还有像 口腔 口腔的位置 这些面呢 都可以选中 然后我们使用 自动映射的方式 像是对于这些 比较凌乱的面 面数不是很多 可以使用 自动映射的方式 自动映射的方式 然后我们再把它 给缝起来 先把它移到旁边去 这样的 去进行缝合 我们往C 缝合 注意把嘴巴的 相关联的面 相关联的边的 去去掉 select sure 选择整体的 把一些相关联的 边选中 选去 然后再去缝合 最后呢 再用 onflow的工具 把它给展开 这样的话 就不会有明显的接缝 但是口腔里面 说实话 也不会有太多的细节 可以看到 那么对它进行调整 好 尽量的把相关联的 这个位置 放在临近的地方 像是口腔 像是脖子 它所占的比重 注意 好 那接下来呢 还有像 鼻子的部分 鼻子呢 也可以使用 自动映射的方式 然后把它缝起来 选择面 自动的 分配UV 然后把这个 先拿到一边 相邻的 先选择上 都可以进行缝合 先把比较大块的 这个地方 缝起来 先把面积比较大的 地方缝起来 可以看到 那么从这边来看呢 是没有问题的 前面的接缝 这个地方 要处理好 OK 基本来看的是 没有问题的 侧面的 一边观察透视图 一边去 分配UV 相关联的 这些部分 都可以进行缝合 缝合后 我们用 onflow工具 对它进行调整 有些地方 还可以再去 进行优化 选不中了以后 就切回来 然后再选 缝合移动 鼻子部分 那么从透视图来看 只要没有太明显 太过于明显的这种 拉伸就可以了 这个是可以接受的 因为我们还要在鼻子上面 画上一些雀斑 画上一些斑点等等 所以 可以让它们处理的 不要让它这个 这个拉伸的过于严重 我们可以看到 就拉伸还是比较严重的 我们退回来 那刚才的这个部分 OK 好 鼻子部分 我们也把它分配完成 放在 当前的这个 面部的附近 鼻子的部分 OK 那么还有呢 就是耳朵了 可以看到 按部就班的 这样来做 我们可以使用 以当前摄像机的角度呢 来进行 优微的分配 选择当前摄像机 进行 以当前摄像机角度呢 作为分配的 这个角度 好 这样 很好之后 我们再去 分出正面跟反面 选择这条环线 把它给剪开 选择后面的这个UV点 把它放到一边去 选择 select show 选择整片的UV 注意呢 一定要把它剪开才行 那或者呢 我们就直接使用面的选择方式了 这个时候是最容易出现一些小问题的 就是说 比如说这些 面的多选啦 或者是 或者空出来的 尽量不要出现这种情况 因为后面在画贴图的时候 UV分好了以后再画呢 就不太好改了 所以说一定要把UV分好 你贴图才有可能画的好 不管你 画了多少功夫去画这个贴图 但是如果UV分不好的话 就浪费了整个的一个 时间跟效率 没有效率了 注意看到 没有选择到多余的部分 好 那么对背面的地方呢 也是同样的一个映射的操作 这个耳朵的正面 以及背面都已经分配好了 分好的呢 就放到一边去 注意整个的V大小 好 另外的一只耳朵 选中这些面 然后呢 使用一个相同的摄影机的位置 然后呢 选择到背面的部分 或者把前面那些面 给它去除掉 这样的话 就不会多选了 看一下 好 没有问题 检查一下有没有多选 好 同样的角度 对它呢 使用一个摄像机的映射方式 把它放到一旁 选择 整体 选择把它放在 对应的位置上 好 头目的 UV呢 我们就分配好了 现在可以看一下 整体效果 首先对当前的部分 进行一下保存 记得每次做之后呢 都保存一下 那么 全局的放大 全局放大 看到它是不是一个四四方方 如果是 说明 可以进行很好的滑铁图 并且在 主要摄像机的观察之下呢 没有明显的这种接风 拉伸的情况 就是可以接受的 好 头部分配 完成 下面呢 我们继续的去 完成接下来的工作 显示出 所有的模型 Display Show Show all 所有的部分 OK 头部分配好了 那么 接下来呢 还有像是 牙齿啦 像是舌头啊 这些也都属于头部 那么先 把这个测试的部分呢 测试贴图 附给当前的模型 第一步啊 同样的操作 Test 好 给于牙齿的 位置 那么我们可以使用一个平面的映射方式 使用 类像的平面映射方式 注意啊 这个 方块的一个 是不是四字方方的 好 那么还有像是舌头 舌头的部分 对它进行 自动映射 然后缝合 并且移动 选择到这些 进行自动 移动并且缝合 注意 OK 好 那么把舌头 牙齿 也都很好地进行摆放 摆在头部的 附近 这样绘制贴图起来 会变得比较的 有条理 所以它的这个比重肯定不会比头部所占的比重还要大 一张贴图我们需要很好的去分配 怎么样去精解 怎么样能够达到我们的要求 如果像游戏贴图的话呢 它的尺寸的应该更小 像512 256 甚至是128乘128的这样的尺寸 我们可以放大之后再缩小 那样的话 我们就对你的这个 绘制精度啊 要求会有更高的一个 这种标准啊 所以说我们应该 很好的来分配优微 这样的话呢 才能够去画出 好的铁图效果 好了 这节课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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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